很簡單,文字串接的觀念是第一個儲存格是他自己 第二個儲存格是等於上面在串下面的 所以上面在串下面就是AND 因為Email信箱的規則是中間有一個豆點 再加上一個串接AND符號 再串這個儲存格按打勾 串兩個之後其實就可以往下自動填滿 因為他自己就會這個再跟這個串 然後這個再跟這個串斜的 一下子如果100個就100個全部串好了 那我可以直接把這個最後的結果的Email信箱 直接貼到密件 副本那個地方 寄出去 別人才會看到 我看有些人直接就放在收件折 會變成說把所有的人的Email信箱都被公開了 所以通常會把它貼到密件副本那個地方 然後大家就可以說到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有效率 不然的話我光處理這些我就頭痛了 OK 那其實這個地方我會配合就是 我的雲端的最後像各位的這個Email信箱有沒有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OK那再來的話就是 也是一樣 百家信這個地方也是一樣這樣處理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百家信 本來是這樣子 那我們逐步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我這個地方的資料 要怎麼樣把它串接在一起 首先遇到第一個問題就怎麼樣呢 它中間會有什麼的空白 對不對那怎麼樣把空白去掉 空白去掉之後的話 第二個就是把它們全部串接在一起 串接在一起之後的話呢 在就是橫向串接在縱向串接 所以最後看到會是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的話就是全部的內容 全部內容就是 可以把照前孫禮 160個信 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的方式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逐步來看一下 那以色列裡面 第一步的話就是 我如果要去掉空白的話 我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那取這個地方你可以 輸入一個 搜尋的話 或者你可以在文字 文字函數裡面可以找一下 有個叫做 Substitute 你可以找一下 Sub Sub Substitute 這個 這個函數 因為我在前一個階段課程有講 如果 各位可以上 我的部落格裡面可以找一下 裡面也會有講到這個 那這個Substitute 就是說 你如果說要取代空白的話 你可以用它 那取代的方式就是說 第一個 你的文字 比如這個 A1好了 那原來的 Oder test 就是你原來 你要把裡面的 什麼呢 空白的部分取代的話 就是一個 雙引號 空一格 雙引號 這個是一個 空白 表示說 字串裡面有一個空白 那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 雙引號 就是空字串的意思 然後 Instant number 就是你要取代哪一個啦 不過基本上這個可以空白 因為要全部